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欢迎持员来到我邦的第五批原文医疗队成员 瓦邦联合党中央副总书记 政府副主席肖明亮 瓦邦联合军副总司令赵忠丹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组长 司法委书记赵埃道 政工部部长赵埃纳莱 联合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李老二等领导出席此次欢送及欢迎活动 即将踏上返程的孟联县红十字会第四批原外医疗队领队邱光平队长 和孟联县红十字会第五批原外医疗队领队李建梅出席活动 中央机关邦康特区领导代表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领导班子成员 执行小组各组负责人和原外医疗队部分成员参加活动 中央办公厅代理主任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组长秘书周大福主持本次活动 活动仪式上 双方首先就出席此次活动的人员进行了介绍 瓦邦联合军副总司令赵忠丹代表瓦邦政府 在活动仪式上致欢送及欢迎词 赵忠丹副总司令表示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仪式 欢送已胜利完成任务 即将凯旋踏上返程的第四批原外医疗队全体队员们 同时也热烈欢迎又持原道来瓦邦 接力并持续开展防控工作的 第五批原外医疗队的白衣天使们 在此 我仅代表瓦邦政府和全邦各族人民 向中方各级政府包括云南省普尔市红十字会 孟联县红十字会 以及原外医疗队表示衷心的感谢 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 赵忠丹副总司令表示说 118疫情对第四批原外医疗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而在最艰难的时刻 原外医疗队队员们没有半点退缩 是医疗队坚定不移地支持 我帮开展疫情防控防治工作 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进一步坚定了我帮疫情防控的信心 决心和耐心 为我们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赵忠丹副总司令表示说 第四批原外防疫医疗队在援助期间 刚好是中国的春节期间 他们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 牺牲个人的美好时光 只为天下情怀 为瓦邦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第四批原外防疫医疗队的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大爱与奉献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对第四批原外防疫医疗队 以及以前三批原外防疫医疗队 及中方有关部门 对瓦邦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第四批原外防疫医疗队 即将结束他们的原外工作 回归他们的祖国 我们怀着难以割舍的心情 要与我们的亲密战友告别了 但是我们也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 迎来了我们新的战友 我们的孟连县红十字会 第五批原外防疫医疗队领队 李建梅及成员 我们瓦邦联合党 瓦邦政府和瓦邦各族人民 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时我们也热烈欢迎 我们的第五批原外防疫医疗队的 全体同志们 战友们 李建梅组长三次参加原外防疫医疗队 他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的第五批原外防疫医疗队来到瓦邦 与我们联手共筑防疫长城 也是与我们共筑牢不可破的友谊长城 瓦邦与普尔市一一带水 山水相连 我们相隔一条江 彼此勤无限 共饮一江水 你们的到来 无私的援助 大爱与奉献精神 是包拨情谊的最好诠释 我们并肩一起推动包拨情谊的不断升华 谱写国家互惠 民心相通的新篇章 赵忠邦副总司令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正在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实施 中国构筑世界命运共同体 我们瓦邦实实在在得到汇集 我们感谢中国人民 感谢中国政府 愿中国的普惠政策更加造福瓦中人民 愿中国人民的宽广情怀 牢固缔结两地人民的深厚情谊 孟联县红十字会第五批 原外防疫医疗队 瓦邦人民欢迎您 瓦邦人民欢迎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原外防疫医疗队队员们 以及友好的中国人民 再次到瓦邦来做客 孟联县红十字会第四批 原外医疗队领队 邱光平队长 在活动上代表 即将踏上返程的医疗队队员 对瓦邦政府高度重视 并积极配合中方原外队的防控疫情 工作表达了感谢及敬意 并主要就此次原外的相关工作 进行了全面总结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意见 希望在疫情防控实战中 双边两地能够继续协作 积极推动医疗卫生协作常态化 孟联县红十字会 第五批原外医疗队李建梅队长 在活动上发言时表示说 很荣幸能担任第五批原外医疗队队长 并继续与瓦邦人民一道继续抗议 并表示第五批原外医疗队成员 将全力与瓦邦政府一道 做好相关疫情防控工作 卫生局副局长鲁新国 在活动上代表瓦邦卫生系统 对第四批原外医疗队 在瓦邦抗疫期间的辛苦付出 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并对持员来到瓦邦的 第五批原外医疗队成员 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并表示 相信在孟联县红十字会的帮助支持下 瓦邦军民终将战胜疫情 瓦邦联合党中央副总书记 政府副主席肖明亮代表爆总 代表瓦邦政府 在仪式上发表了真诚的感谢 及欢送欢迎词 并结合瓦邦自发现疫情以来 及当前的疫情形势 再度对中国政府 云南省政府 及中国相关视线 给予瓦邦方面的无私支持 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发言中 肖明亮副主席 还代表瓦邦政府 高度赞扬原外医疗队员 为瓦邦军民抗疫斗争 做出的突出贡献 代表瓦邦政府和瓦邦军民 向中方原外医疗队表示 诚挚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肖明亮副总书记指出 第四批原外医疗队在援助瓦邦期间 还为瓦邦及时控制了白猴疫情 使白猴疫情没有在瓦邦扩散爆发 保障了瓦邦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瓦邦联合党中央 瓦邦的人民群众及瓦邦卫生系统 对原外医疗队的工作 是敬佩和满意的 原外医疗队成员 在我们抗击疫情的保卫战之中 他们这种不畏艰险 冲锋在前 无私奉献的精神与行动 理应受到瓦邦政府 及瓦邦人民的称赞与感谢 活动仪式上 肖明亮副主席 赵忠丹副总司令 还分别将瓦邦政府 赠送给中国原外医疗队的景旗 以及瓦邦方面赠送给 原外队群体队员们的荣誉证书 和瓦邦和平30周年和平庆典纪念章 及礼品 现场交给了第四批 原外医疗队领队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K 2月23日上午 瓦邦政府在邦康口岸 举行热烈的欢送仪式 期间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 领导班子成员 及执行小组各组负责人 和相关部门领导代表 均怀着一一布设及感谢的心情 集体欢送孟林县红十字会 第四批原外医疗队成员 在圆满完成任务后踏上返城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组长 司法委书记 赵矮道等领导 出席此次欢送活动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主要成员 及执行小组各组负责人参加欢送活动 在欢送活动现场 来自政工部文工团的演员们 各个手捧鲜花 代表全帮军民 怀着感恩的心情 当场将鲜花献给踏上返城的 中方第四批原外医疗队全体成员 以感谢他们在疫情期间不怕艰苦 冒着可能被境外因素影响的风险来援助瓦邦 感谢他们在这几个月以来 不辞辛苦奔波在全帮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感谢他们在疫情防控部署方面 毫无保留地为瓦邦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给予全帮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在欢乐的音乐氛围中 在场的瓦邦领导们 依依已踏上返城的美外医疗队员们 亲切握手 相拥告别 相互祝福 亲切握手 宝贝 ptions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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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